全台庆祝儿童节 儿福联盟针对10到12岁的儿童做调查 发现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幸福感比较高 其中女孩又比男孩幸福 原因是因为女孩比较愿意将心事烦恼说出来 所以幸福感比较高 以公主抱抗起小妹妹 艺人郭彩杰一身粉色洋装 化身孩子王 帮儿福联盟园游会宣传 希望家长多多关心身边的宝贝 因为儿福联盟做幸福感调查 在三个类别中 学校幸福都胜过个人与家庭幸福 而隔代教养 单亲 还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幸福感都较低 另外女孩的幸福感胜过男孩 原因是女孩比较会诉说心事 几分 100分 有一双儿女宝贝的妈妈认为 幸福感在于懂得和同侪分享 幸福的感觉 比方说她比较懂得分享 别人给她一个糖果 她会说那你可以再给我一个吗 因为我想要给我弟弟 男个宝贝跟女宝贝都一样幸福才对啊 对啊 因为两个有伴的话 这样子都有 有玩伴就很好玩啊 今年儿童节 台湾部分老幼全放假 加上六日 使得家长有更多时间陪伴了解孩子 让每个国家未来主人翁 都能幸福长大 新唐人亚特电视 关于开城镇台湾台北报道